亚洲重要收藏家宋培安先生 三十多年来专精于日本艺术作品的收藏与研究 曾受邀于故宫南院 宜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展览 其精致优雅的明智美术作品 引起极大关注 并出版明智之美等多本专属 宋先生所收藏的日本艺术 深受日本学者震撼 在东一大美术馆副馆长 袁田一敏号召下 花费约四年时间 推动促成 Odolotino Magical给展览 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 细建美术馆 穿越势力美术馆展出 精益超绝的日本艺术珍藏 撼动日本学界与艺术界 造型逼真的自在制物艺术 工艺复杂困难 小巧这行与大气之样 视为记忆的最高挑战 本次一件气势非凡 由明治时代高赖虎姬所作 迎自在凤凰制物 是目前唯一出现 好山以手稿 一元比例所致 历经日本三大美术馆展览 凤凰身姿华美富丽 富名好山座 是高赖虎姬圣年时期 尺寸最大的自在代表金座 身为小巧的高赖虎姬铁座巧品 明治大正时代 铁字在和泻制物 各关节皆可活动 其胸甲腹甲凋凿清晰 熬齿纹细腻 右前那名好山款 冒态逼真 明治大正时代 铁字在长臂虾制物 明好山款及花鸭款 呈现形、直、动三要素 争于完美境界 金工 是指在金银铜铁等材质上细工制作 展现更高层次的艺术表现 明治时代 铁打出海涛龙纹盘 出自研发铁打出技艺的 一代宗师山田宗美 在高浙加工条件下 一块无融接的铁片 垂打出高浮雕海涛龙纹 融形凸起 急欲冲出 技艺非凡 雕漆 虚仙施下多层的漆 在堆叠至一定厚度的漆上雕刻图案 明治时代 雕漆拔苦与乐图艳香 为堆出杨成之雕漆作品 和内置艳台与银制艳堤 七色沉稳 主题宣说 地藏菩萨地狱拔苦与乐的迷奸悲怨 利益六道众生 七宝烧 其在金属上附透明又高温烧制 使融幼玻璃质料附于胚体表面 呈现美丽色彩 出自日本七宝烧名将安藤仲兵卫 明治时代 零台铁七宝烧花瓶 以技术极高的铁打出包银制作 突破传统局限 将两种材质完美结合 玻璃般光泽感 与稳重质朴的铁质 形成鲜明对比 极富特色 雕刻 创作题材赋予浓重生活气息 以及生活轻趣 技法着重写实 明治时代西川亮次 木雕鲤鱼制物 身姿呈S型扭动 各处细节刻画细密 在匠人桥手下 将鱼儿游动瞬间凝聚为 永恒艺术作品 工艺之精巧令人叹服 本次 亚洲重要私人日本艺术珍藏 呈现各类别精致作品 部分出自当时日本地势记忆员或名家大师之首 展现日本独特而永恒的美学精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